嘿嘿 大家好 我是易家 歡迎大家回到下一集的Hyper New Vegetable 我們今天只有自己一個 不過我們在這邊競技拍大流做什麼呢? 我們看那邊 不過我還是不讓大家看著看看 OK 哈哈 你是看不到的 我們就在那邊 哎呀 看了 算了 哈哈 我們就在另外那邊 上一集就跟阿成摘完山之後 我就現在在那邊建房子 就打算跟大家拍一些東西 解釋一下這間房子怎麼建 接著我就想好像自己建的 因為我也不想在鏡頭面前建東西 因為在鏡頭面前建東西 大家也不太看得懂 而且也比較悶 我想大家在這裡走出來 你就會看到這棟東西是怎樣的樣子 大概建了一個門口 只在門口建了一個面 什麼都沒有 特別是連後場都沒有 現在有一個大山巴牌坊的東西 過了之後就不見了 只有這麼多 不過我已經在Creative 大概計劃好這間房子怎麼建 你就會看到 就整個圖出來 大概就整個圖出來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這棟東西是怎樣建的 我就不拍 接著下來我建的那些部分 因為比較悶 接著我建完再跟大家介紹 但是這個位置 怎樣建的位置呢 首先我打算地上那層 可能樓底高一點 這裡走進來 這裡走進來之後 有一個客飯廳 有一個客廳 這個客廳就有樓底高到那個位置 即是好像十格高 我就認為是樓底高的東西最舒服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樓底高的東西 一個中空的客廳 然後在旁邊可能會有一條通道 有條通道兩邊 跟著客廳上面 有兩間房間 不過這個也比較難說 然後這裡有個飯廳 然後這裡有一條樓梯 想樓上 就是上二樓 二樓有兩間房間 然後我想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過我差不多建完之後 我再問一下大家 因為我暫時還沒想到那間睡房放鞭 所以待會我都可以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或者我自己建一下就有靈感 建完它了 待會如果我真的想不到 我先再去跟大家說 然後就這樣 我現在就去建建 大概大家可以遇到的製成品 大概是這麼高的 我現在大概是這麼高的 我們過去給經紀拍大樓那邊 我給大家看看 高處看下去 就是在那邊看過去的景觀是怎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 這個色調其實是幾次的 除了他們的土豪少少用石櫻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用石櫻 在現代屋 唯一有一個原因是懶 但第二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石櫻 那種花紋跟現代屋不是很搭 所以我也是選擇用雪 而且雪也比較方便給我掘 你看到 在這裡看到了 這個競技拍大樓 這個位置 我們就有一個 看到那邊這間屋 那邊有條路伸過來 然後就過來這邊 之後可能在那邊 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有一條路 也可能在這邊 伸過來把它放過來 然後你可能會看到 這間屋會有一點點不平衡 因為這間屋 歪了過去那邊 可能在這個位置 我應該也會了 在這個位置 現在建多幾層山 例如建多三四格山 去到山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十字這個位置 建多一點山過去 可以更加平衡 不要在原來邊 就來倒閉就來倒閉 所以可能之後 也會建多一點山邊位 建多了山 也應該非常好 那就這樣吧 可能現在建好外場的東西 讓大家約略看看 但是一樓二樓的房間如何分析 然後我們再來跟大家 建一些室內裝修 或者可能我找人回來 幫忙都未定 因為室內裝修 我就確定 就不是很在行 我們現在建完這間屋的外殼 我們待會再回來 轉個頭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正的屋 呼呼呼呼呼呼 哈哈 我們終於回來了 然後就跟大家來看看 然後我們造成這間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主要材料都是雪 卡通還有雪在身上 還有 也拿回鐵鏟 大家準備好了嗎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三二一轉過去看看 砰 嗯 哈哈哈哈 大家一開始看前面 都應該是差不多樣子 因為我們原本就已經建了少少出來 現在過去 跟大家詳細看看 這東西是怎樣的樣子 好了 這裡跳下去 在經紀拍攝 大家這裡 快一點點 跳一下這裡彈下去 首先大家看到 屋頂也不錯 待會要給大家一點點意見 因為我始終都想不到怎麼做 待會再說 不如我們就跟大家參觀了 這間屋的殼 因為這間屋 真的只有殼 哈哈 我們進去看看 首先這裡有個大的入口 大家也見過了 然後這裡走進來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中空 十格高 我都說這是一個完美的 大家都會很舒服的高度 十格高 有一個客廳或飯廳 我暫時都未想到我來做什麼 然後這邊也有少許空間 下面也有樓梯底 我也有少許不高 也不高不矮的空間 說明是樓梯底 但你看看 樓梯底也有五格高 完全是一間豪華的延路屋的風範 這裡也有一個窄窄的位置 好像很適合我來放飯桌之類的東西 不過大家也可以給一下意見 這個應該也可能是飯廳 接下來我也做了一層上面 因為這裡說明是五格高 但我凍鋼 建了大約十格高 所以現在我就在上面 做了兩個位置 做了兩間房 哎呀 先把房間放進去 首先這間房間就是一間小小的房間 可能我來做書房 或是我來放儲物都還沒有 然後這邊就是另一間房間 可能可以做廁所或睡房 哎呀是廁所 哈哈哈 我每次建現代屋 都會很不小心留下廁所 是真的不小心 但是每次建完之後 就會發現自己忘記了廁所放在那裡 大概是這樣 這裡是一個外形 但是我覺得最棒的外形 就是在這裡後面 這裡也有一個圓形的波 然後站著我一看到就說 好像阿易的感覺 因為我想大家也未看過我建建現代屋 可能之後我放了一張圖在Facebook 大家去Facebook看一看 我之前建的現代屋應該會放在Facebook 大概都是這樣的風格 也是差不多的顏色 所以站著我一看到我就說好像企鵝 好像企鵝 企鵝一看到這間屋就說這間屋 好像企鵝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這個位置 讓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大概是一條柱 這個其實是樓梯位 原本是沒有這個 我在想 原本設計的時候 怎樣可以讓我上到樓上 然後想想想想想 就加了這個東西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一棟很高的柱 有頂部伸到樓底 然後就黑白黑白的斬下去 我發現這個位置好像正門 都像那邊 那邊是一個不同門口的風格 而這邊我眨眼看下去 是真的像一個 怎麼說 是真的完全像一個 國會大樓 那些超級grain的東西 然後這裡弄到拱門 這裡弄到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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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這棟墻再吸進去 這棟就是國會大樓 完全是一個國會大樓的背面 然後也是前面 弄到一些東西 花園也遲些會再弄一些東西 不過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是 我究竟放一個睡房在哪 我剛才說完了 這裡有客廳 然後有人加少許茶几 少許會客室 然後這裡放一個廚房 或者放一個廁所 我好像找到一個廁所方便 不過廁所方便 嗯 這裡放一個廚房 然後這裡放一個飯廳之類 可能上面就放了一間書房 儲物房 書房及儲物房 或者 這間小一點 全部都是Ballway 放洗手間和洗澡房 都好像這個想法不錯吧 哈哈 等一下這麼多窗的地方放洗手間和洗澡房 真的很爽 問題就是來了 我講了這麼多之後 是不覺有睡房的 我發覺我每次建屋 都是打算建一個殼 因為我很喜歡建殼 但室內設計 我是一個完全不行的人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建這間屋的時候 我又想過 原本想著頂層 上面的頂層是用來做水房的 有沒有Block可以讓我搭上去 我不想用樹 待會又要再來一個 用沙 這次沒有水桶 我們測試一下這次可不可以讓我們把它把它弄上去 啊!水桶在這裡 然後就嘗試給大家看看屋頂 因為屋頂有少少的東西想跟大家說 原本的睡房我打算建在屋頂 但問題是 我覺得加了一些東西上屋頂後 有點滑 先搭高一點點 這個就是屋頂 原本可能也看到的 這個加進去的位置 就是一個睡房 但問題是 我不是很想再加高它 因為現在我發覺 加高了它之後 整個睡房 整間屋的美感就會失去 因為你看到 這些屋頂很有層次 一層兩層 第三層的屋頂 就想著 要不這裡就做花圃 要不這裡就做睡房 但做睡房的問題 又會有另一個 樓梯在哪呢 就拚了頭拚了很久 所以我也想不到主意是怎樣 然後我就有另一個想法 噢 爺 然後我就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 我打算在地底 製造一間主人房 睡房 所以我就讓大家下去 大概看看位置在哪 如果是一個睡房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挖下去 這個位置挖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轉彎 然後下面就可以做一個地底的房間 就是一間大一點舒服一點 比較靠近的主人房 或者在這裡把樓梯挖進去 都已經非常好 我們也可以試試 究竟這個睡房可以放在哪 所以我想大家給一下意見 究竟睡房放在屋頂也好 還是放在地板下面 放在地底 就好像舒服一點 靠近一點 我想大家給一下意見 但是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hello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這間房子已經蓋了差不多兩天 因為最近伺服器有點不穩定 然後又有少少問題出現 設計過這間房子 之後 已經蓋了差不多兩天 所以這間房子應該蓋了前前後 可能六七個小時 連設計 所以我今天就先休息一會 我們等大家的意見 究竟睡房放在哪 還有如果大家有室內設計的參考圖 可以給我 也可以給我 因為我對室內設計這件事 是真的沒什麼想法的 大家記得給我一個意見 今天的hypernova 應該差不多 我要先休息一下 所以今天應該的時間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留個like 還沒訂閱 記得訂閱 我們下一集回來的hypernova 再見 拜拜